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西安三明80后甚至90后 女子任职千亿国企高管的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社会舆论为之震动 迫于压力 有关当局停止了三位青春靓女的职务 并启动相关法律调查 然而轻描淡写的调查结果 令人更为震惊和不满 主要当事人何止在一家大型国企任职 而职长大型国企的嫩总 又何止上述三人呢 一夜之秋 西安国企的乱象恐怕不是孤立的 如果问题具有普遍性 那么习近平要求理直气壮 做大做强国企的难度 当然就不难解释 中国国企乱象背后 有何种深层的黑幕 如此国企如何做强做大 力挺国企又怎么能理直气壮呢 时事大家谈 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 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 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 邓先生你好 你好 媳妇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 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 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观众朋友们好 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基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 最近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这家 总资产超千亿 超过一千亿人民币的 这样一个国企的三名新上任的高管 以及他们迅速的被停职 并且连累 其主管官员也被撤职 那么我来首先请教 纽约的邓宇文先生 您一直在跟踪这件事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 他的来龙去脉好吗 这个事情是因为 他们在官网上 因为现在的高管论命的话 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 还是非上市公司也好 所有企业的话 还有一个公式的问题 那么公式的问题 大家看到这三名高管 除了那个董事长 是80号的 其他的都是90号 是高中大学毕业的 这个事情本身来说 就比较奇怪 因此来说 可能引起了一些网民的关注 把这个工作 发到这个字幕底下 对于那个西安高生 那个管委员会来说 由于它不是上市公司 所以他们认为估计 也是一个把这个当做 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来看 根本没有上到 会理论比喻的那么大的反响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刚开始 就是说就是对这个女情 没有一点这种 所谓的戒备的心理吧 把它发进去之后 因为这样一种反它太大的话 人们自然就非常关注 为什么讲呢 就是你一个刚去大学 毕业的还不到一年的学生 就成为一个千亿国籍的高管 这种事情看起来是匪夷 所以自然它就有一个 媒体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效应 那么从这个事情本身之后来看 从现在披露的这个信息来看 应当来说 里面是不是牵涉到腐败 我们不好说 当然首先要介绍什么是腐败 这种高管任命方式 本身就是一种腐败 但是我们大家所说的腐败 一般论口的腐败 是所谓的权钱交易 权力的滥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再去 更进一步的事情 是否牵涉到这个所谓的 有这种幕后的交易在里面 但是既然是人数上 是存在着一种腐败行为的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 可能就是高新管理区 就是说因为它要把所谓的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和机关 不准在国有企业兼职 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文件 可能跟这个文件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企业 是新年高新的一个企业 高新区的一个企业 主要股东是高新区的 用从中国目前的 一般的这种情况来看 一般是用财经局来代 作为这个政府的主要股东的代表 所以说后来这个免职的是 这个所谓的财经局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财经局长被免职了 他一点也不冤 因为他是刚才讲的 他是这个主要股东的 这个政府股东的一个代表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 当然应该是负责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由于这个主要股东是西安高新区 财经局只是高新区的一个代表 印度实际上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 其实也不是财经局长 而是应该是高新区的主要领导 区域长发现是苏智 我们看到这个原来那个 就是那个辞职的那个董事长 那个盐 苏智多岁的盐 他其实原来 之前的级务就是财经局的局长 财经局的局长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所以不难在国业企业论职 所以他辞职 有这么一个80多岁的女孩 印度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起严重的 至少是人数上的一个腐败 后来媒体也查出了 这个女孩子 李什么 是80号的女孩子 她在其他的 其他的很多公司 也都有这种认知 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说 可能从主体来看 其他的女孩 可能没什么特别的背景 但是这个董事长 有没什么特殊的背景 那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如果他没有特殊的背景 我们假设他是在这么一家高深区 而不是在其他的企业 也分别用董事 或者董事 或者法门代表等等 现在我们就觉得 对这个董事长 和他的临时的背后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腐败行为 可以媒体可以追他 其他的女孩从现在来看 似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 所以言之的话 这是一起严重的人数论命的腐败 基于释放有其他的方面的腐败 我觉得还要 一是等官方的调查 二是等民间媒体的一个跟进 好的 内幕很深 那我们下面呢 再一点一点的来讨论 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胡行斗教授 您怎么看这件事 您又怎么看目前有关当局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呢 胡教授 对 刚才邓先生说得非常好 这个事情反映了某种人事腐败 不过呢 从这次事件看 民意提到了大的作用 这种人事腐败 重视民意 而且能够启动调查 这也非常好事 在以前呢 可能还更悲 它说明呢 现在还存在 舆论节目 不过从这个事情呢 也可以看出在某些国有企业 把这个 干部的任免当成儿戏 这个存在着所谓的影子高管 实际的运营权在背后的官员的手中 而且这个事情 它也说明 这个调查呀 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它是某种自我调查 是西安高新区财政局的自我调查 这可能也是整个中国 所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种调查不独立 统计甚至也不独立 统计部门也不独立 所以大家对统计的素质也怀疑 信访部门也不独立 它也不进行独立的调查 所以访民很多 司法呢 它可能也有的地方 也不进行独立的审判 这个新闻呢 很多地方也不进行独立的报答 都是这种自娱自乐性的 所以它这样的自我调查 的确是受到人民的质疑 再就是呢 在中国国有企业 它没有建立现在企业制作 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所以它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董事长 总经理等等 还有董事都可以是挂名的 董事会也可以是图有虚名的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有制度 国有企业制度 还是非常原始的落后的 再最后一点呢 它就说明了 在国有企业的领域 这种违法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因为本来中国它有企业国有资产法 国有资产法中对出资人的权利等等 对出资人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等等 但现实中可能不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国有企业 它是越来越得到强化 但是国有企业越强的地方 那肯定是行政权力越大的地方 那肯定是法治越薄弱的地方 所以这种 目前中国这种强化国有企业的趋势 实际上就是在强化人质 其实是违背法治的 所以为什么它现在会出现 比较普遍的这种国有企业 比较普遍的违法现象 所以从这个事件中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么几点 好的 那么无论如何呢 现在看起来这几个年轻人 是如何成为千亿国企高管的 这件事仍然是个谜 官媒也做出了解释 舆论却不买账 认为是轻描淡写 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 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他们一步登天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讲了就是胡先生谈到的国有企业的一些威力 从这个事情上就是舆论曝光以后 我们讲西安高新上级 打高养人 每天就发一个新名 每天发一个新名 这个事情无需调查 根本不需要调查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一手做的 一手安排的 我刚才讲了 就目前的一个信息来看 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还是就是说 由于这个有这么一个文件 就是说 事业单位 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 不能在国有企业兼职 这么一个文件 应声的规定 那么在国有企业兼职的高管 要撤出来 可能这个至少这是一个非常 对不起 我们连线出了点故障 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故障 把邓云文先生接到我们线上来 那么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 西安国企年轻高管 并非偶然现象 主要当事人 刚才邓先生讲过这个问题 主要当事人李田 就不止在一家国企兼职 那么除了这个三人之外 还有更多的嫩总 那我来请教胡教授 国企年轻高管的现象 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在其他地方是否存在 或者是存在多少 我们也没办法去调查 但是可以推测 会有一些 甚至有可能是不少 我们推测的根据就是 在国有企业领域 因为它是行政主导的 所以它的人事的方面 是要大于法治的方面 所以它的违规违法的现象 是比较普遍的 因为在国有领域 它是遵循的官场规则 它不是遵循市场的规则 它根本没有建立现在企业制度 而且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些 奇怪的现象 这些荒唐事 这个国有企业领域 可以说 你如果说荒唐事 奇怪的事 可以说是一大落 那为什么会出现呢 可能也有国有企业 比如说 它是多层代理 即使这几个女孩 她们也是木偶 她们只是某种代理人 而国有企业呢 它出现多层次代理 比如说国有企业 名义上是属于全体国民的 全体国民又授权 全国人大来经营这些国有企业 或地方人大 然后全国人大又授权 国务院 全国人大是委托人 国务院是代理人 国务院又授权国支委 国务院是委托人 国务院是代理人 那国支委或者地方的国支委 又授权某个部门 或者委托某个董事长 作为代理人 国支委或地方政府 可能是委托人 这种多层次委托代理人 从全民 全民是所有者 全民是委托人 委托全国人大 然后多层次委托 这就是在权力失控了 全体国民根本无权去 了解这些国有企业 也无法了解国有企业 只有当它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大家才来讨论一下 所以它出现这些乱象 与这种多层次代理是有关系的 另外就是我刚才也说过 这种违法违规比较普遍 比如说它违反了西安市 有关的这种规定等等 再就是可以说 所有企业把这个国家给绑架了 这个国家被分立集团化 有各个的分配利益 分享利益的集团被分立集团化了 就像奥尔逊所说的 这样的国有企业 这些分立集团 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败的根源 国有企业它支撑了 支撑了这样的一种人质的状况 实际上法治也没有办法建立 现在的法治它是建立在 私有财产的基础上 所谓的私有财产 风能禁 雨能禁 国王 国王不能禁 但是这样一种私有财产的保障 在中国是有问题 所以这种法治建立不起来 所以这种奇怪的现象 它也就非常普遍 好的 那么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首先是通商宽一 通商宽一 他说国企黑幕多得数不胜数 什么都是不透明的 任由他们暗箱操作 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李中本 他说国企高管的人事问题 充分反映了中共利益集团 已经将中国社会当作 自己的人事关系利益分配的玩物 社会关系已经固化 一般人上升渠道已经毒死 充满黑幕的社会 将变成仇官仇富 进入互害的恶性循环的地步 国企高管的人事问题 充分反映了中共利益集团 已经将中国社会 当作自己的人事关系 利益分配的玩物 社会关系 对不起 这又重复了 这是一种故障 刚才李中本的这个评论 我们已经念完了 叶空姑翻 叶空姑翻 他说西安方面回应说 没有发现影响公司 正常运营的社会关系 并且仅仅是停止了事 这说明这三个小孩 背后的人动不了 所谓反腐畅连 也不过是倒下一批 站队站队了的人 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 埃德温陈 他说中共先以平等的名义 把私有财产收为国有 然后以效率的名义 把国有财产授予官二代 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在共产主义中 中国人既看不到平等 也看不到效率 共产主义是一个零和博弈 他把大多数人的财产 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是一个高效率的贪污模式 杰瑞米科比 他说中共的国营企业的 所有制性质 本来就是党国私有制 本来就是中共可以对其利益 思想授受的权力寻租工具 这是常识 中共让二十多岁的人 在国营企业成为高管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不同意见 我们一位不同意见 叫羽王的这位网友 羽王 他说这次我准备站在反方立论 这件事应该淡化处理 不宜扩大化处理 原因如下 第一 国企有国企的办事方式 不可能堵住所有的特殊化 第二 即便私企也会有关系户 最终衡量企业成功的是合法利润 而非细节是否可笑 第三 着眼点在实际经济犯罪 权钱交易 国企私企待遇不同 私营企业的陷阱难处 而非一两个笑话 第四 仅仅以披露的材料 如果处罚过重 容易招致权力斗争 或者报复 依法办事 不轻不重 才能合适 最后 这位叫王宇的这位网友 他提出了 与其他我们的网友相反的 这样一种理论 我们来请两位专家评论一下 我们这位叫王宇 或者与王这位网友的这样一种看法好吗 首先简单评论 首先邓先生 我觉得他的看法是一个非常糊涂的看法 因为这个细节的问题 在反映了你的治理结构的问题 其实国业企业 大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治理结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缺陷 导致所谓的国业企业的 我们这个事件 其实这个人事认命 是反映了这个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从这个公布的材料来看 首先最初的是说 这个人事认命是高深区安排的 后来因为这个外界的反应 所以把这一条给它删除了 就是说经过一个所谓选举认命 这个选举的一个环节 按理来说 无论是这个上市公司 还是非上市公司 你的高管认命是要进入选举的 是要进入股东选举的 不是说你这个大股 这个选举之后 你大股东再来认命 但是它里面 即将就是大股东即将认命 所以说这本身就违反了 这个国业企业公司管理 公司法的一个规定 也反映了 目前国业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随时大股东 随说了算 那么随时大股东 大股东代表 董事长 董经理 他在国有企业 又省去了一个高度的利益集团 也就是我们大的经济学上 常说的所内部能控制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典神的 内部能控制的一个反应 另外一个就是 国有企业的话 它一个由于团队 这种内部能控制 所以说它的财务上 包括其他的信息 信息比政府部门 更加是一个黑洞 根本不知道 根据我的这个了解 在国有企业内部 其实比经双关的政务部 它的透明性更差 透明这个了 习近平先生 有两个观点 一个就是 也就是官方常常说的是 两个一以贯之 也就是说 在国有企业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 一以贯之 在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 一以贯之 但是从这个事情来看 这两个意义贯之 都是一个笑话 我们讲了 由于国有企业的 这种管理体积 这种治理架构 它不可能建立一个 现代的企业制度 另外就是说 从家政党的控制来管 它本来是说 也是要恶致腐败的 它的初衷是恶致腐败的 我们不管这个家政党的 控制有没有其他的毛病 但是它的初衷是恶致腐败 从这点来说 还是一个肯定的 但是实际的结果来说 所以说它无法恶致腐败 地方的国企 包括这个中央的国企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规避所谓家政党的领导 好的 那么我们请这个胡教授 您来简要的回应一下 我们刚才这位叫与王的 这位网友的观点好吗 胡教授 我认为他说的 一切是有毛病 他说最后还是有利润来决定 如果有利润来决定 问题就很大了 目前中国国际民退 国有企业前八个月 今年前八个月 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 总比增长20%多 而民营企业却是负增长 难道说这个国家的经济 就越来越健康吗 越来越好吗 所以由利润决定 这是荒唐的 还有呢 我们必须证实的是 这个国有企业 它的制度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产权不清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就像我刚才说的 国有企业它是多重代理 最后这样是产权不清的 这个产权说是全民的 或者是国家的 实际上最后很有可能 沦为是个人的 国有变成了官有 变成某个个人所有了 成了它的提款机了 所以这个产权不清 政企不分 政府的领导可以去操纵国有企业 政企不分 治理结构 现在的治理结构 无法建立起来 这样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 是我们要重视 好的 那么根据官方媒体透露 说这种影子高管 或者傀儡高管 也就是刚才胡教授说的 那种代理高管 背后涉及的 涉及的实际是中国 国企改革 以及政企分开的这样原则 我来请教邓先生 您怎么看中国目前的这个 国企以及国企改革 为什么要政企分开呢 政企分开本来就是说 原来就是说 目的出发点是减少 国家对企业的干预 因为原来的话 一般来说 比如讲这个 没有建立董事会 集结这个 双关主管部门 甚至政府本 集结这个任命 国有企的高管 但是后来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 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个后果 就是说 国有企业的这个效率 是大大降低的 它的效率根本就 无法跟私营企业 也无法跟外资企业 就来双比 包括这个贪母腐败等等 存在着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 是无法施散所谓的 这个多大多优多强的 只能是靠国家的政策 和这个其他的资源去扶持 但是后来 我刚才讲了就是说 习近平所谓的国外企业 有两个 刚才说两个市场 两个亿换支 这两个亿换支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国外企业的控制 本身就必须要打破 就是所谓的政治 政治分开的 政治分开的这么一个结构 因为你加强党的控制的话 无非党费号是谁 党费号就是组织部 所以说 现在的国有企业高管 它的论面就是两个 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 是由中央企业 是由中组部来论命 地方企业是由 这个地方的股仕部来论命 小失国有企业 是由国有企业的高管 是由国主委来论命 地方的国主局来论命 这样一种状况下 你谁论命 当然对谁负责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由于刚才讲到的 这个胡教授也谈到的 国有企业存在 这种多重的代理链条 多重的 每一种代理链条 之间的信息 都是传到上面去 都是传完全走样的 也就是说 国有加强党的领导也好 建立现代企业制作也好 一个目的是为了 控制所谓的内部人的问题 控制了 但是这种多重代理链条 所调整的信息失真 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的状况 更加严重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由于正起分开 于是就出现了 这种所谓的傀儡代理 或者是影子高管 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看 如果很多网友 就很愤怒地指出 如此这样的一个正起分开 往轻了说 这是欺骗国家和企业 往重了说 是保不准这里还涉及有 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挪移 这样的问题 我来请教胡教授 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国有资产的流失 如果把它变成了 优质的民营资产 当然也非常不可 关键就是 它现在通过一些方式 变成了国有 国有实际上 变成了暗中的某种私有 现在国有企业呢 它是定位不清 这个边界也不清 本来国有企业 它也可以存在 它主要是存在在 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 那些非竞争性领域 还有公共产品生产的领域 但实际上呢 国有企业它成了特权企业 而且呢 这个国有的资产的获得 它往往是通过 以此行政命令去获得的 轻松地占有这些资源 比如说 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 它依据的是 1999年 国务院办公室 转发的 国家经贸委的一个 叫做规范什么 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通知 结果就这么一个通知 就把这个全民的这个资源呢 就划归到两个国有企业 所持有来经营 但是实际上涉及到全民利益的 应该有全国人大 它有权利将这个资源交给谁来经营 以及这个最后的利益 如何来分配 所以呢 中国呢 它是 这些国有资产的形成 它本身就是 就是不规范的 甚至是盗窃了全民的 全民的利益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欺骗的问题 甚至它可能是有预谋的某种 文章 好的 那么 好 胡教授 那么我们看到您刚才呢 列举了这个国企的 这个 一系列弊病 以及人们的担忧 包括您自己的担忧 可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呢 他却反复强调 我们要理直气壮的 做大 做优 做强 国企 那么西安高新 控股有限公司的这个高管们 就让人们看到 这个任务有多难 我来请教邓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也分两个层面来看 这个做大 做优 做强 国企业 是因为 习近平把国企业 实际上不是习近平的问题 中共把国企业 作为所谓 执政的经济基础 执政基础的问题 那如果基础 出了物理的话 当然这个执政的 这个劳固度 也就会产生动摇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共就必须要做优 做强 做大 这是一个所谓的 从个执政的 这个政治逻辑来考虑 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它一个不是 从经济逻辑来考虑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层面来 也就是说 我们从经济逻辑来考虑 由于刚才所说的 国企业的管理体制 国企业的人事 国企业的财务 国企业的存在着 一系列的根本的问题 印度在实际中 它就无法做到 做优 做强 做大 因为 因为你这个 再怎么着做 做强 才是通过人去管理的 那么这种纪律结构 它会属于 从国有变成官有 从官有变成 国有企业 官员的 个人所有 就是我刚才讲的 内部能控制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国家资源的扶持 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 它是无法做优 做强 做大 仅仅靠了国家企业 自身的竞争力 它是不行的 所以说后来讲 我们刚才讲了 中共一方面希望能够做到 政治 政治 分开 但是要做优 做强 做大 要控制政府 人属腐败的话 要必须加强 这个党的领导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那么这种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又另一个方面 破坏了所谓的这种 政治分开 所这个政治分开 无法正式 实际上更加加重了 这个政治的合一 政治的合一 更加重了刚才所说的 这种国家官员 对国有企业的 这个人属控制的问题 所以说 无论从逻辑上来说 还是从现实的运作来说 这两个目标都是冲突的 包括它的 这个做优做强 做大的目标 跟实际效果来看 都是冲突的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 看起来 似乎国有企业的利润很好 比民营企业是负利润 国有企业是 还单讲了多少多少 但是国有企业的负债 是非常严重的 包括刚才说的 中西游也好 中西跨业 如果尊敬的是来算的话 它们都基本上是一个 高度负债的一个企业 甚至有可能是 都不得带的 好的 我来请教胡教授 习近平他不忘初心 心系国企 这不难理解 可是现实呢 却总是让人呢 对国企感到失望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西安国企的这个笑话 那胡教授 您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吗 的确过多过大的国有企业 它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这些国有企业 由于刚才像邓先生也说了 存在着种种的 治理结构的问题 或者代理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信息 这个牌生成这样一些问题 就导致国有企业 它这个效率特别低 我们曾经估算 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效率 大概是国外同类企业的 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 中式又中式化的效率 仅仅是美副公司的二十三分之一 这是在报纸上可以找得到的 找得到报道 而且这些国有企业 因为贪物腐败比较严重 而且还存在着这种大量的浪费 大量的重复建设 有人说这个私人投资也有浪费 但是它是探索市场均衡点 供需均衡点的一个必要的代价 也就是说它不知道市场上 是否功过于求 那个私人企业可能还去投资 但是它一旦发现功过于求 它绝对不会投资 但对于国有企业不一样 即使全国过正了 它可能还要去投资 还要上项目 还要上工程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为了GDP 为了政绩 而且它有地方保护主义等等 说不定还能够短暂的再挣一点钱 所以国有浪费 它就成为一个无底洞 而且这样的这种国有企业 它对私人企业是有强大的一个起初的效益 而且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而且扼杀了这个民族创新的能力 因为国有企业它不需要创新 它不需要创新 它靠行政垄断 它就能够获得暴力 所以中国目前的这样的无核心技术 无品牌 等这样一个状况 与国有企业过多过强 对民营企业的抵押 以及国有企业自身没有动力创新 这些是有密切关系 所以我就说 中国如果要真正的要想出现现代化 它真要改弦欲得 要真正的冻死民意体 好的 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到两分钟了 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 首先 CH王XF 他说看了报道 实际上上面这三个人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牺牲品 他们只是表面上的高管 实际背后操控的是另外的人 我在想 从这里可以看出 国企运营多么混乱 形同儿戏 而就这样的国企 全国不知还有多少 张青驰 说到底 就是这一次 撞在牵口上的几个小姑娘 没啥背景 一来正好拿来转移一下社会矛盾 二来也可以杀鸡井猴 对内部来一个震撼效应 告诉你们别乱来 中央盯着你们呢 毕雪涓 他说中国所谓的国有企业 实际是官有企业 企业的管理者 不是通过国家制度的竞争 选定的 而是上一级官员指派的 这样的企业利益 企业管理者 所代表的是各级相关官员的利益 米兰 第二 米兰第二 他说一个国企 就是一个共产党的缩影 里面也有红二代 也有官二代 买官卖官 贿赂 接项目 给项目 指定供应商 当然也有权力斗争 周英 他说中国的公有制 实质是党有制 而且这个党有制的内核 是由中共当权派支配之 这就是中共不愿意 还权于民的根本所在 宇王 还是我们刚才那位网友 他说新历任捧红了新势力 将新势力引入到权力中 制定了一个新旧势力 妥协的方案 才是书上给的解决方案 最后 IEAU 他说不仅商业垄断 所有的垄断都是罪恶的 包括政治垄断和权力垄断 即独裁和专制 一党独大 好的 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 不能一一播出网友 做出的所有评论 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和邓宇文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 听众 观众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时大家谈 关注了点话题 以习思想为指导 中国人权好不好 欢迎收听 收看 好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讨论